大家好,我是老默 今天分享的是发面技巧 因为有朋友说 发面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发成什么样效果最好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 发面的技巧 发面有几个前提大家需要注意 第一个,如果你想让它发得更快 面粉尽量不要用高筋粉 因为高筋面粉它本身面筋含量比较多 也就是蛋白质比较多 发的时候它有点困难 撕扯能力没那么强 所以总感觉会发得稍微慢一些 咱们在家里面用中筋就是最好的 然后第二个条件就是 酵母量一定要足 不同的气温,不同的季节 加不同的量 正常用量范围就是1%到2% 简单点来说就是 多了发得快,少了发得慢 再有一种材料是泡打粉 加泡打粉的主要目的是 让咱们做出来的面食口感更加松软 改善面筋组织 让它变得更加细腻 并不会加速整个面团的发酵 所以对于时间上没有任何的影响 泡打粉的用量一般是0.5% 量不能太多 如果太多的话 面食会发黄 里面有碱的成分 大家需要注意 放了泡打粉 一定不能直接和水接触 咱们要先搅拌匀 主要是让里面咱们加的材料 变得更加均匀 它的发酵效果整体才是一致的 还有就是放白糖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和酵母快速反应 产生气 达到快速发面的目的 再一个条件就是水量 咱们如果想让这个面发的更稳定更好 这个硬度一定要合适 正常的水量范围一般是面粉的一半就挺好 当然咱们需要根据不同的面食来调整水量 再一个就是要注意好水温 不同的天气 不同的季节 把水温稍微调一调 也会加速发面的状态 这个面活好之后 接下来是发酵 大家需要注意的 咱们发酵之前 一定要弄好这个温度 这个发酵温度呢 一般和咱们人体差不多 也就是放在咱们人体这个温度的范围内 它的发酵就是相对比较稳定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温度千万不要过高 或者是过低 过高发的太快 会影响效果 如果过低呢 发的太慢 会影响时间和工作效率 对于发面的时间 如果怎么温度 控制在人体这个温度范围内 只要一斤的面量 它的发酵时间 大概在30到40分钟之间 如果超过100斤面 咱们放在工具里面去发 也在一个小时左右 前面的所有条件合适之后 发酵效果 大家一定要认准 大家看手中的这块面团 已经发好了 发酵了半个小时左右 咱们轻轻按下去 不会塌 反而会起来 这个状态就是最合适的 如果这个面团 咱们按下去 它有个坑起不来 就说明发的有点过 时间太长 当然咱们拿起来的时候 它整体的手感 也会变得非常轻盈 就像咱们做好的馒头 是一样的效果 另外大家需要注意 咱们在按的时候 按下去 如果它特别缓慢的去起来 这也是没有发透的表现 咱们切开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发好的面 这个里面的蜂窝状态 除了比较多 大小也不规则 但是咱们切开之后 它不会因为漏气 变塌 这个状态就说明 咱们发酵的是刚好 无论是时间还是状态 都非常漂亮 如果切开之后 它的效果刚好和这个是相反的 或者是不同的 如果出现塌陷比较明显 就说明发的时间太长了 有点过头 如果咱们切开之后 它扁平 说明发酵的时间太短 再有如果发酵的时间过长 它有很明显的酸味 发酵刚好的状态 咱们掰开之后 能闻到面香味 有淡淡的酵母味道 还有一个检测方法 就是咱们拉伸这块发面 拉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弹性 也就是面筋的拉扯力比较强 这个状态就绝对没有发过 假如咱们拉伸的时候 非常轻松也非常粘 而且拉着比较长 像那个状态 就是发的有点时间太久了 像那样的状态 咱们无论是揉面 后期制作都会比较麻烦 总之咱们要想把发面控制得更好 一定要注意好使用的面粉 包括酵母量 合适的水温 还有发酵的温度 所有条件 做到了天时地利人和 发酵的面团状态自然会更好 做好的东西也会更漂亮 比别人更强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